大家晚安 欢迎收看今天8月24号的台式新闻 全球现场 一开始带您来关心到远警巡逻 巡逻削波堤结果不胜失足 坠落身亡 昨天早上六点多 花莲港警总队一名远警 独自前往花莲港西侧防波堤来进行巡逻 因为这边前一天发生了火警 认真的远警为了彻底巡视 跳到了削波块上确认有没有残火 结果不胜失足 衰落五公尺身的削波块之间 警销赶来救援时 这名远警已经失去了生命迹象 送医之后宣告不治 一名远警倒卧在岸边削波块中 头部受伤流血 已经没了呼吸心跳 往上 往上 慢慢往上 警销货报到场 急忙以吊挂方式送医急救 最后远警还是宣告不治 23号早上六点多 花莲港警总队一名黄姓远警 独自到花莲港西侧进行巡逻 一次踩踏过程不胜失足 结果衰落五公尺高的削波块堆 当时我们第一线人员到达现场的时候 我们有实施CPR跟电击 在过程里面已经发现 伤害已经无生命真相 49岁的黄姓远警育有四子 从警28年平常工作认真 因为前一天这里发生火警 他为了确认有没有残祸 跳到肖波块上仔细查看 没想到就发生意外 也让他的同仁相当不舍 各级长官都非常关心 那我们会做最好的抚恤 来做帮助家庭 然后需要的子女照顾 优秀园警在巡逻过程中遇上意外 花莲港警总队表示 会为家属争取从优抚恤 也将针对安全规范加强宣导 确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 记者陈基也欢迎报道